第五十四集 白木槿略意思索便道 万幸如此 不过既然能够在大舅母的眼皮子底下 给大舅舅下药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舅母可曾查过了府里的吃食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说起来也怪 这所有的吃食我都一一查过了 包括你大舅舅贴身用物都仔细查了 没有任何发现 要不是那日机缘巧合 你大舅舅从外面喝了酒回来 身子不爽 恰巧韩太医也在 就给他整了脉 才发现他身子不妥 要不然 到现在我们都蒙在鼓里呢 情是说起这件事人心有余境 白木槿却感到一丝古怪 要说在吃食中下药 为何大舅母却没有事 毒毒大舅舅中了招 那逍遥之人 怎能够保证这药 只会被大舅舅吃下去呢 若是大舅母被下了药 估计一早就该发现了 因着大舅母诞下陆清云之后 一直无孕 所以经常请医问药 若有问题 那大夫定然不敢不说 可是偏偏大舅母没有事 中毒的是大舅舅 白木槿细细想了很多可能性 却被一一否决了 便问道 大舅舅可有什么吃食 是他独独一个人吃的 其余的人都不会胖呢 情是思考了一下 才摇头道 你大舅舅素来不重视吃穿 我端来什么 他便吃什么 要说专做给他的药膳 那也是经过小厮尝过的 可是那小厮也去查过了 并无不妥啊 这事儿着实奇怪了 被下了这么久的药 却独独查不出吃了什么 此人下毒的法子 未免也太高明了一些 那舅母 你先按照我们商量好的法子装下去 经常请个卖 也不要与人说你到底怎么样了 只管让别人误会你有了身孕就是了 我想不出一个月 对方必有所行动的 情是点点头 也觉得此事颇有蹊跷 沉沉地叹息了一声 唉 也只好如此了 可是我这身子 瞒得住别人 怕是瞒不住我身边的丫头婆子 要是小日子来了 该当如何 白木槿笑了笑 就一些不好意思的 我想 薛嬷嬷应该有法子 让您避过去的 薛嬷嬷也笑着道 说别的 奴婢还帮不上 这个嘛 我倒十拿九稳 大奶奶就放心吧 情是听了 着实有一些惊讶 她是个内渊妇人 哪里听过这稀奇古怪的法子 却不知道 瑞嬷嬷这种 久在宫廷的老嬷嬷 对这些阴思最是了解的 薛嬷嬷和瑞嬷嬷 同出一门 自然也不会不知道 有些药可以推迟月薪 还能够让人有假孕的征兆 甘藕 睡睡 喜事酸辣 不少人中了招 而自以为是怀孕 钻进了别人给下的套子里 陆老夫人拍了拍 秦氏的手 唉 这些年呢 你也受了不少委屈 因着你 一直没再有孕 我那大儿子 也没少给你弃手 秦氏红了眼睛 对自己这个婆婆 是没有任何怨言的 虽然夫君多年来 一直心存怨怼 但是婆婆却从未给她摆过脸色 反而诸多安慰 母亲 您也跟着媳妇受了不少夫君的怨怼 其实当年若不是那件事 说不定 还能有几个妾室 能为夫君开枝散叶 秦氏说着 倒有几分后悔的意思 陆老夫人一听 就拧着眉头道 唉 说的什么话 那个女人 心思如此歹毒 哪个能容她 内宅里 有这些个妾室在 就是要家宅不宁的 昭然 大事上倒还聪明 可偏偏不懂着内宅的因子 所以啊 才会被那女人 哄得团团转 真正是家门不幸的 白木槿听着话筒 似乎大舅舅当年还纳过妾 而且这妾似乎很不安分 闹出了一桩大事 她前世也没曾听过这件事情 想来也是很早之前发生的 这些年大舅舅一直未曾纳妾 她还当时大舅舅专情 却原来内有隐情 白木槿叹息了一声 果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秦氏擦了擦眼角 似乎有一些憋不住眼泪的样子 木槿 不瞒您说 我总觉得夫君 还对当年那薛氏 念念不忘 您说当初 我们选择隐瞒事实 究竟是不是错了 夫君心里头 怕是责怪我的 以为是我耍了手段 将薛氏给逼死了 陆老夫人听了薛氏的话 眼睛瞪得大大的 倒吸一口凉气 你说的可是真的 哎呀 她怎么这么糊涂啊 秦氏抿了抿嘴 似乎是难以启齿的样子 看着白木槿 才道 母亲 还是别说了 当着锦儿的面 究竟不好 白木槿一直眼观鼻 鼻观心 倒是没有在意这些话题 只是话中传播的信息 却让她心里一惊 一种奇怪的念头掠过心头 但只是短短一瞬 就消失了 怎么也抓不住那是什么 白木槿摇了摇头 暗怪自己多心 而陆老夫人似乎也意识到 这个话题 毕竟不适合 当着白木槿的面讨论 也就干脆转移话题 说了一些没要紧的事 又陪着陆老夫人 和秦氏聊了许久 白木槿才辞别两位长辈 今日她出门 还有另一个打算 所以便不能久留 离开陆家 她便立马车拐到 京城最繁华的一条街 说起来 这里还有她娘的陪家铺子 今时 她便准备过来自家铺子里 选几样看得过去的物件 作为木星亭的天庄 马车在珍宝寨的铺子前停下来 却发现铺子前 似乎门口罗雀 走近一看 连掌柜的都撑着下巴 在打瞌睡 白木槿不禁皱了眉头 陆氏究竟是如何管得家 竟然放纵这些人如此悲懒 白木槿压下心头的不悦 便领着喜鹊和鸳鸯走进去 感谢观看